今天就来学泰语中过去式的表达法 例如我去过去卖 就是我曾经做过什么什么 可以在泰语中用可以来表达 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你学过这个吗 泰文是 你吃过这个吗 如果你吃过你就这么说 我吃过泰文是 我吃过 如果没吃过 那就是 我没吃过 卖表示否定 卖是不 不 卖 可过 你吃 我没吃过 我没吃过 下一个意思是 你去过哪儿吗 泰文是 君可以摆 天哪买 君可以摆 天哪买 君可以摆 天哪买 你去过那吗 君就是 你可以 就是过 摆是一个动词 摆就是去的意思 君可以摆 你去过 君可以摆 天哪 天哪是那里 或者那边 买 妈 君可以摆 天哪买 君可以摆 天哪买 是你去过 那边吗 或者你去过 那里吗 君可以摆 天哪买 你去过那吗 我去过 就这么回答 可以摆 对 很棒 可以摆 就是过去 不是 去过 可以摆 没去过 就是 买 可以摆 可以摆 我去过 可以摆 去过 买 可以摆 买 可以摆 我没去过 我没见过 他 怎么说呢 首先要想一下 我泰文怎么说呢 我就是 残队 男性的朋友 就用 我没见过 没见过 怎么说呢 先想 那个过 宝贝尔老师说过了 过是用 可以对吧 可以 那么见怎么说呢 对了 就是见 没见过 没见过 就是 麦可以的 对吧 麦可以的 麦是表示 否定 麦可以的 麦可以的 那么他 怎么说呀 他就是 考 考 就放在后面 残 麦可以的 考 我没见过他 就是 我没见过他 最后一个例子 我没看过这部电影 泰文是 我没见过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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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说 我们就说 能 扔你 扔就是量词 不 你 是指 在词 这 能扔你 能扔你 就是这部电影 麦可以的 麦可以的 啊 对了 那就是 有愉快的一天 Sawadika